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歌融入了黄眉戏与风马的著名片段 因为其唱歌风格与原曲有不少出入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子责 认为他不尊重传统文化 甚至出现了风沙的呼声 而后网上出现了各种的魔改 有好多网络开始增相效仿起来 其唱法都是三短一长 把娇容造作发挥得淋漓尽致 好新鲜啊 不想把马就对我讲 宝贝啊 在个黄眉戏可不是这么好唱的呀 为酒里浪昂里一家园 谁撩荒方中庄园 中庄园 猪红袍 猫着狗花好啊 把好新鲜啊 兄弟 据说这黄眉戏 它不好唱呀 我的公子又在活发 三二一走 为酒里浪一家园 谁撩荒芒中庄园 中庄园做红袍 猫着狗花好啊 好新鲜啊 他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朋友 小蜡蜢 是他 就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据网友购流 这些网红和小欢欢是同一个公司的 也难怪 估计是同一个师傅 带出来的 说笑那张 钢琴 住了几个腰 又想住了几个魔 吹儿没望凉 怎么他就这么多 妖怪 吃啊老孙一棒 杀你一个婚也丢来 破也落 身也洒斗 鬼也哆嗦 有的甚至比小盘盘的版本还严重 把词读改得面目全非 这也是得部分网友感到不适 纷纷表示 为了薄红竟然可以糟蹋传统艺术 十八岁的婆婆心爱旺脸乎花 十八岁的大街心爱什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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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岁的大街心爱传统艺术 思想爱 小四盯 小四盯 我的媳妇又在何方 为其媳妇买卖车房 家里你之前的东西都卖过 只为他和我长母娘 四处接的都是长 谁来换鸡黄囊 不过小潘潘这次的改变事件 对黄梅记的推广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这不您瞧 这些可爱的学生和老师竟然对起了口径 惊起来还不错 宝贝啊 这个黄梅戏可不是这么好唱的 而如今新时代年轻人很少有机会 接触到戏曲等传统外话 更偏爱说唱等流行音乐 对黄梅戏失去了兴趣 这由怎么开心怎么来 才能得以代代传唱 今年8月北京黄梅戏剧团宣布解散 我们不得不反思 这岂不是比乱改编的后果更为严重 当下戏曲文化的传承 到底该用何种方式 只有鼓励不同的改编曲风 但不能加改乱改 百花齐放 百家增盈 激起当代年轻人的兴趣 让黄梅戏成为新时代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让黄梅戏接地气数欢迎 这样才能使黄梅戏文化远远流传 小伙伴们觉得呢 欢迎到评论起点就你 喜欢的小伙伴点赞 转发加关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